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大家都非常期待的LG2023的年度旗舰之一 27GR95 Q1 它是一款247英寸2K 240Hz的WOLED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27GR95采用了环保的褐色纸皮包装 取消了以往酷炫的彩皮设计 打开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一个支架,一个专用的配件盒 打开配件盒,里面有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HDMI线 一个遥控器,一个电池,一个螺丝刀,一份说明书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信息很少,只标注了γ2.2,色准小于5,色温值8500K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 正面采用了四边微边框的设计 但边框相比GP950是要宽一些的 底边有一条电镀工艺的小下巴 中央位置是红外接收器 正面正底部有一个开关按键 仅支持长按和短按的操作 取消了原有的五项摇杆按键 这有些奇怪 底座改为了全金属的材质 质感相比于上一代的GP950是要好上不少的 从侧面来看 它的面板厚度是非常鲜薄的 仅有5.8毫米 背面整体做了一个六边形的小背包 用于容纳驱动电源元件 在两侧分别有两条RGB灯带 支架方面它支持升降 10度的水平旋转 以及90度的单侧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式阻力感做得不错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光纤音频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在正底部位置 还有一个3.5毫米的DTS音频接口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Ultra Gale的动效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D主要感受 它整体的观感是比较通透的 色彩艳丽 但观感亮度偏低 通过仪器的测试 默认白点亮度为180L 色域容积则达到了138.57% PPI为109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一般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垂直条状排列 但并不是传统的RGB指向素 而是RWBG四色像素 这使得它在显示部分黄绿色彩的时候 会出现彩编的现象 BOIS菜单方面 应是熟悉的Ultra Gale动效UI界面 菜单的功能排列和动画效果 都属于是显示器的第一梯队 我们来说下它的操作 在前面我讲到 它移出了传统的五项摇杆按键 增配了一个红外遥控器 这样的做法一般出现在42等大尺寸上 因为用户和设备的距离相对较远 增配一个遥控器是方便的 但在相对较小的27英寸 激进的取消基础的机身控制 必须使用遥控器或PC软件来操作 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我认为五项摇杆按键是有必要保留的 说回了遥控器 整体的操作没问题 但需要手动拧螺丝更换电池 这点我们来看一下有商 极为先进的Type-C充电会更加的方便 除去遥控器 安装UltraGear PC控制软件 也可以实现部分的操作 但可能是新品原因 对于GR95的适配 还有比较大的优化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通过一切测试 默认出厂为8563K 菜单中还提供了暖色 冷色 自然色调节 实际测试 分别为6523K 9510K 和7640K 另外在不同色彩模式下 它的色温也会不同 其中 玩家1模式 8571K 玩家2模式 7563K FPS模式 7348K RTS则为7012K SRGB模式为6580K 色域空间方面 默认是DCI P3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模式的开关 其中 默认的P3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7.2% 平均色差值1.67% 最大色值3.87% 表现尚可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8.6% 平均色差2.37% 最大色差为4.95% 偏差较大的部分 主要是蓝色和粉色区域 同时 GR95支持硬件校准 下载它的官方校准软件 ColorPresence 166 结合民用的一些校色仪 如爱瑟利的i1Display Pro 德塔的红蜘蛛系列 用户可以自定义校准显示器的色准 伽马和色温等功能 数据会直接写入显示器的内部芯片 目前在电竞显示中 支持硬件校准的功能 只有LG1加 这个是值得点赞的 SDR亮度方面 根据LGDisplay面板规格书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块面板的全屏白点为150尼特 但LG1做了超规处理 在各模式下有不同的亮度机制 我们分开来讲 首先是玩家1和2模式 没有明显的ABL机制 各APL的亮度也都控制在200尼特左右 玩家2模式略高一些 全屏亮度达到了208尼特 比官标规格书的数值高出了38% FPS和RTS模式 在0到75%的状态下 亮度会略高 实际测试 数值在220尼特到240尼特之间 但全屏白点亮度只有150尼特左右 生动模式 有比较明显的ABL机制 在0到25%的APL状态下 它的亮度达到了近400尼特 但从25%到100%的APL状态 它会逐步下降到130尼特左右 这个模式 用户对大小窗口亮度变化的感知 是比较明显的 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液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G-R95的全屏亮度 在195尼特到215尼特之间波动 其中深率部分是它的峰值区域 亮度超过了210尼特 浅绿部分的亮度维持205尼特以上 靠近边缘的黄色区域 亮度在200尼特左右 我们以国标25公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2.98% 这个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切换到色温模式 紫色区域为8400K 蓝色区域为8700K 边缘的绿色区域则在9000K以上 相比出色的亮度均匀度 色度均匀度的表现是相对一般的 切换到全屏黑场 由于OLED的特性 屏幕处于是不发光的状态 因此它不存在漏光的现象 同时我们测试了 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 对比度数据 如图 整体的曲线和PG421Q是基本相同的 在屏幕的抗反射能力方面 它要远好于QD OLED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肉眼的观测 它的表现非常优秀 同时我们使用四角成像仪测试 生成四角雷达图 红色区域属于最佳四角 垂直角度达到了65度 水平四角达到了50度 角度对比度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减现象 黄色区域属于优秀的级别 绿色部分则为可用状态 整体来看 GR95的四角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HDR 条件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但由于OLED的特性 它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平散 在250L的白点亮度状态下 平散波动深度为12% 同时我们测试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整体的曲线和我们上一期QD OLED差不多 实测 5L状态下的SVM值最高为0.47 小于1 始终属于CIE的不可见范围 并且在低亮度的状态中 我们发现 它没有42英寸WO9那么明显的射接压缩现象 但在极低的亮度状态下 它会有一定的噪点存在抹布屏的现象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蓝光波峰在456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3.49%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2K 240Hz 12bit的全范围输入 HTMI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R6的协议 4通道12G 总计48G的贷款 连接PC可以达到2K 240Hz 12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4K映射 可以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的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可以支持4K 60Hz RGB的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阵力模式之后 可以支持48Hz到120Hz的可变刷新力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i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的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到2K 60Hz 支持HDR但不支持High DPI 使用Type-C转DP连接 可以支持2K 48Hz到24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但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它的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它的输入延迟为7毫秒 HDR性能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具备像素级的控光 因此理论上 它拥有368万个分区控制 HDR模式有5种 分别是玩家1、玩家2、FPS、RTS和生动 我们测试这5种模式下的色温 分别如下 HDR亮度分为两种情况 玩家1、玩家2、FPS、RTS 这4个模式具备相同的ABL机制 而HDR生动模式 则是另外一种ABL机制 我们先来看前4种模式的ABL机制 在1%到10%的ABL状态下 它能达到640L左右的峰值亮度 随着ABL的增加 它的亮度会逐步下降 直至全屏白点 它会下降到132L左右 HDR生动模式 拥有更高的峰值表现 在实际测试中 3%的APL状态下 它能达到最高的826L的峰值亮度 随着APL的增加 它的亮度会逐步下降 直到10%APL状态开始 会和前4个模式的表现接近 UTF曲线方面 在莫能玩家1模式下 它的UTF和标准的PQ比较贴合 在60%的灰接 开始进行偏离PQ 做滚降的处理 以此来保留一定的亮部细节 这样的处理 好处是亮部不会过曝 但会导致实景的亮度偏低 UTF曲线相同 它们都是在玩家1的基础上 拉高20%以下的灰接亮度 以此来提亮暗部细节 并且这三个模式 都在不同程度的拉高的画面的锐度 HDR生动模式 比前面所有的模式都要更加的激进 不仅全面拉高了UTF亮度曲线 并且提高了所有颜色的饱和度 HDR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玩家2模式太阳核心亮度最高为363L 其次是玩家1 358L 生动模式355L FPS模式351L RTS为343L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S加生动达到了629L 玩家2和RTS模式都在483L 玩家1模式475L FPS模式463L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比较优秀 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表现中等 整体画面的层次感属于是中等偏上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得益于它是原生10bit的色身 色阶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任何的色阶断层现象 表现优秀 S加游戏方面的体验 它拥有不错的色彩还原表现 但整体画面的观感亮度偏低 暗部表现一般 开启生动模式 体验会有一定的改善 整体来讲 GR95作为OLED电竞显示器 拥有像素机的控光 整体的S加画面对比度 层次感表现都是非常出色 但S加实景亮度的表现低于我们的预期 希望LG能在后期进行优化 游戏响应速度方面 它通过了CMR13认证 这是目前Visa提供的最高运动清晰度等级 面板原生支持24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24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速度方面 GR95没有预设OD档位 实际用仪器测试 平均灰阶响应速度达到了0.22毫秒 通过分析波形 在部分的灰阶转换下 最快值甚至可以达到惊人的0.04毫秒 但我们同时发现在部分灰阶转换下 会出现类似LCD的过冲现象 实际用仪器测量 平均过冲为4.61% 最大过冲为21.98%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和画面异常的现象 实际在各类FPS游戏体验中 得益于Oline的微妙级的响应速度 和240Hz的刷新率 整体的运动清晰度表现非常出色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4种不同样式的准心 但准心太小 体验不佳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0至100级的调节 调节到最大后 暗部细节有一定的提升 并且画面没有出现发挥的现象 整体的暗部细节表现属于是中等偏上 帧率显示方面 它支持48-240Hz VR的可变刷新率显示 呈现的样式是半透明的状态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它的防烧屏机制 在遥控机中 单独设有一个Oline的护理按键 开启这个功能像 内置屏幕移动 屏幕保护程序 图像清理和像素清洁四个选项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像素位移这个功能 在42英寸的WOline中 LG Display没有为这个功能额外提供像素点 因此会出现画面裁切的现象 但在27英寸这支面板上 它改建了这点 提供了额外用于像素位移的像素点 不会出现画面被裁切的情况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体榜的表现 拆开背面的小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元器件 主要有底部的按键PCB 两色的灯带PCB 金属屏蔽照下的驱动板 以及面板本体组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底部的按键PCB 它集成了一个红外接收器 和一个贴片式的LED灯珠 两侧灯带PCB 应有LG自家的logo 上面各有10颗贴片式的LED灯珠 接着我们再来看屏蔽照下方的驱动板元件 打开屏蔽照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涡轮风扇对驱动板进行散热 驱动板的主控IC是联发科的MT9810 它是一颗原生支持48G满速带宽的 HDMI 2.1显示驱动芯片 旁边配有6颗三星的DDR3内存颗粒 单颗256Mbps 总计1.5G USB接口位置有一颗锐异的USB3.0HUB芯片 形容为RTS5411 用于实现显示器USB上下型的功能 灯带接口旁边有颗N字谱的微处理器 Cortex M0加的架构 用于控制背面RGB灯带的颜色变化 音频接口位置有一颗锐异的DAC芯片 形容为ALC4020 用于实现音频解码功能 T-COM板方面 逻辑主控是LGDisplay自家定制的芯片 旁边还有两颗滑棒的内存颗粒 和一颗4G的三星EMMC闪存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面板部分 面板右上方有它的面板贴纸 形容为LW270ASQ 这是一块26.5英寸 25K分辨率 2004Hz刷新率 原生10bit 雾面屏 2%的反射率 35%的雾度 原生设温为8500K 在3%的APL状态下 能够达到最高的1000L的峰值亮度 常规SDL亮度为150L 但在我们的实际测试 GR95全屏亮度达到了200L以上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做工和用料都是非常出色的 接着我们来看27GR95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38%的sgb容积 色域天天板排名第31名 SDL亮度方面 实测最大亮度为395L 亮度天天板排名第66名 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全屏白点亮度为206L 以此成绩排名 它会排到128名 但它依然是目前全屏白点亮度最高的 WOLED显示器 静态对比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它拥有无线的对比度 对比度天天板排名并列第一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的测试 它的全视角表现都非常出色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里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2.3% 均匀度天天板排名第一名 表现非常出色 SDL单独测箱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826L SDL峰值亮度天天板排名第16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SDL全屏亮度只有130L 并且实景亮度会偏低 SDL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线的对比度 对比度天天板并列第一名 分区背光方面 由于OLED像素级的控光 因此它理论上拥有368万个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车身 它的灰接速度达到了0.22毫秒 排名响应速度天天板第一名 表现非常出色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的优区点进一个总结 我们先从它优点看来讲起 1.采用LG Display最新一代的 240HzW OLED 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FPS游戏体验极其出色 2.原生150L的全频亮度 被LGE超规提高到了200L 相比以往的W OLED提升是明显的 3.拥有极其出色的视角和亮度均匀度表现 4.拥有满速48G带宽的HDMI 2.1接口 1DID写入了4K 对于游戏主机 PC等设备的兼容性很好 5.四边微边框 优秀的外观设计 支架也得到了升级 同时支持硬件校准 支持软件控制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色温均匀性表现是一般的 2.RWBG像素排列 实际的字体显示表现一般 调教不算理想实际亮度偏低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LG27GR95QE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